第一百四十六回,苦笑龍場,衝波氣囊,山崩海廢,用石流沙, 東壽正在對著月光回首前塵,心中感慨,猛聽海水響動, 月光下照見前面港灣轉則處,海水忽然裂了個象徽歡的巨鳳, 浪向兩旁分開,當中一股黑影高出水面若有象徽,直向離身不遠的海岸邊衝來, 嘩嘩連聲大響,海波分處,那股黑影葉已衝上岸來,等到全身不現, 方看出那東西掌有十象,形狀似龍飛龍,與那年所見苦面龍身之物相似, 但要掌大聲,指示沒有看清,仿眼功夫,穿入椰林之內, 方在蝦經,浪花湧柱,又穿起兩條白影,遲都定情一看,正視而奉紙回,一見面,便同聲齊問, 東壽見著那東西摩,東壽見兒女同來,心中大喜,便將色彩所見說了, 而奉紙回文言,更不答話,急衝衝各持兵人往臨內追去,東壽也隨後追趕,追了伴里多路, 人壽都沒有追趕,恐有詩群在暗中潛集,讀過兒有些害怕,只得迎回水邊等候,過了半個時辰, 而奉紙回方才回轉,三奉急得直躲腳道,都怪我不好,我們已合力將他擒住,偏僧我這隻手臂前年為師所傷, 使不常勁,就在義子身手取海藻的功夫,被他爭脫逃走,又不該顧十隻擺爐甚至高, 沒有追趕,沒有追趕,這東西先前不知派人,好足,如今吃了斧頭,想必見人就躲, 一上岸就跑得沒了影子,知道哪年哪月財琴得到呢? 說時甚至黃急,東壽不明二女要生琴那東西則甚,正要想問,又聽而奉到,三回總是聖急, 這東西既以海藻為良,這都不大,一面有污泥左路,只要肯費功夫,總琴得到,好在我們無心中已發現他的短處, 有了制他之法,此時空壽有甚容處。 說吧,便將採來的幾片海藻大家分吃,三人坐在石上,邊吃邊說海中月怪之時,原來葉鳳姐妹到了水底, 又向前年取海藻之處一看,那裡患有,欣賞,前年這地方海藻甚多,並且這東西生長極煩, 就算被海藻人,就算被海藻魚類吞食,像這荒原若有十里的一大片,也不會被他們吃盡。 算計不是試隔三年記憶不珍,看錯了地方,便是前面還有,想著想著,不覺遊出老縣, 文畫如想一聲,也都不甚肥亂,還不如安樂到海濱所產,不值一取,便雕了不彩,又往前走有數里,忽見前面翠大飄動, 由於往來雙下,如同穿梭一般,心中高興,便將腰中所陪的刀拔在手內,準備上前割取。 二女天生異品,又伏老旁靈翼,兩目在水中事物如同百日之下,觀察甚是敏銳, 剛往前穿行活有幾十步,忽見海藻從中直打水旋,旋起兩三丈大小的圓圈, 四外和上下的水,依舊正沉沉地停著,船圈以內,卻是空的, 而逢因這種海底空船,平生從未見過,先而是那裡有甚海眼, 但船圈上的水卻又不忘效壓,好似有什麼無形無質的東西將海水憑空托著。 心中奇怪,哪一片地方的海藻由斯甲外長大肥多,目光被組帶阻著。 看不深情,隨意看不深,隨意看不深,彷彿裏面伏著一個大郭友倫的東西, 卻沒見他行動,而逢被三鳳來得機警,猜是海中交龍海怪之類, 不敢輕易涉險,正想拉著三鳳和走,不去生事, 偏考三鳳看上當中兩片極肥圓的海藻,頭往前一低,兩手一分, 祖平穿著身紙,無無失失地往船圈之內衝了進去, 水中只能以守事意,不能說話。 而逢一個歪拉住,見三鳳已經衝進,恐防有失,連亡根蹤移入, 眼看三鳳在前,入手提刀正往那當中的兩片肥大海藻上撼去, 就在這一仿眼的功夫,忽從三鳳身旁海藻從中穿起一吊龍形怪物, 也沒傷人,敬往周面穿去,連頭大尾,掌幼十象開外, 仍看甚是掌大得喊人,而鳳姐妹常在海中遊行, 怪魚如虎虎虎虎,惡象之類的麗海東西也常遇著, 似這樣似龍飛龍的東西卻是罕見, 先時不敢輕易朝夜,後見那東西驚行之處, 水船也在跟著移動,來那東西的頭部四外十來漲左近, 水景自然避開,等到緩緩遊向周面海藻從中, 才想起似在哪裏見過,世一沉思,正與前年在荒島上趕走私群, 給梓梅三人解圍的虎面龍身皆受相似,如不虧他,那些惡師何止百數, 梓梅三人喜不高了詩問,當時因為忙著尋報復仇, 也沒再尋那怪獸的下落,後來連問到人,驅說從未見過, 日久也就不再提起,不想這東西還有分水之能, 因這怪物以前增揮自己解過為,又未見他有傷人之意, 不由把恐懼之心減了一半,再往他伏處一看, 四外海水依然空旋著,梓梅二人同時想起這東西既有分水之能, 看上去又頗純善,躺能將他制服, 下月著迴轉子魂宮,起非一張苗屎,當時因為求歸海底深淺, 也不下計及危險,互相一搭手勢,像著那東西行得緩慢,自己天賦本能未曾喪盡, 水底遊行比與環快,缺計跟蹤過去,試探行事, 誰知行近船圈之內,那東西本似在喬守閉目駕尾, 某一睜眼,見有人來,由復境各臂向壁柱,一連多次,驅事如此, 以內見他游得較快,有時遇見偏肥大的海藻,便順著咬去著吃, 碎雪被人,並不見有甚惡意,不由膽子愈來愈大, 追逐了好些時候,漸漸愈追愈近。 抹一次,三奉見那東西外赤海藻,由各擦他轉折時之態, 只須避開他後面,不自避場尾掃著,便無逢愛,即使且翻了他,也有發躲, 便和二奉打了個手勢,仍由二奉從側面去驚他,決計衝入空圈之內試試, 自己找了幾片肥大海藻,要出他的前面,猛地迎頭倒去, 右手急拍劍兼病戒備,左手便準備那兩片大海藻向怪物咀上帝去, 這時三奉因衛森林設近,身在空柱,腳椅踏實在海沙上面, 看清那怪物後半身仍在水內,指頭布前半身周圍沒水, 便不能和在水中一般自在喜樂,那怪物卻又生得高大, 昂起頭來,離地足有兩三象高下,三奉見兩下相差太深, 雖說怪物不傷人,面對面地看了那般凌惡兇猛的形態, 未免也有些膽怯,在家身子不在水中,不敢過於大意,就這慈而之間, 那怪物已低頭將開大嘴來咬,三奉一害怕,望把身子往後一退, 不了一腳正踏在海底於泥裏面,將一條肉腳陷進半截,急切間拔不出來, 那怪物已將開血盤大嘴,緩緩遊鳥過來,三奉無法,正大刀準備底滴, 割著左手一動,怪物的頭忽然停住,不枉下落,定征一看,飄來那兩片海藻比手中 都要長出好幾倍,三奉因是情急用力,無心中左手也舉了喜來, 那怪物本不傷人,只是奔了三奉手中的海藻而來,欺負好型個正像, 那怪物已和養純鳥的加速一般,就在三奉手裡著吃,吃到一半,三奉將手一鬆,被他咸鳥就轉身, 同時以奉也從側面衝入空圈以來,三奉忙嬌道,以止流神, 這類盡是極念你於泥,我已被陷在此,這東西很順善, 你快將它均開,放水盡來,我好脫身,原來海底哪一灘並非於泥, 乃是瀕如的婚,入九年深,沉積海底,又年又離,三奉正搭在上面,所以急切間無法脫身, 以奉一聽三奉之言,望妖道怪物身後,舉手中都背朝怪物腰間打去, 怪物正在三奉手中海藻,猛然身同一回頭,便朝以奉拱去,來世甚疾,以奉恐他野性發作, 身子又站在無水之處,屠頓不促,見怪物血口張開,朝自己衝來,不及躲閃,一著急, 順世橫著都背朝怪物面部打去,正打在怪物被尖上面,以奉財富下手匆忙, 沒用刀著,用了刀背,這一下怎能將怪物著傷,勢必亦佛將他捉怒,更難抵抵,想到這類,猛地靈機一動,順著刀背在怪物被尖一探之間, 就細藤身一蹤,跨上怪物頸間,騎鳥上去,說也奇怪,哪樣長大,生傷控惡的東西, 吃,吃而逢一刀背打在悲傷,竟然將頭一低,乖乖地全身虎伏下來, 而奉先不知這一刀背正打在怪物的養處,見他如此純善,心中正在奇怪,百忙中舉木朝前一望, 三鳳仍在於泥中掙扎不出,心想將怪物均開,好視三鳳脫身,好在自己騎上怪物頸間,不怕他反咬, 又舉刀背,又舉刀背,又舉刀背,又舉刀背往怪物頸側拍去, 愿想將他趕走,誰知怪物因被奸受了一刀,竟然復身地上,動也不動, 而鳳年圖渴拍,過有一回,怪物才自行喜去,往側面海藻層中游去, 好似不知身上還騎著人一般,照舊吃他的海藻,怪物一離開,海水依然湧至,三鳳一得了水,拼命用力一爭,便將兩腿拔出, 見而鳳已騎在怪物身上,將他制服,這一起真是非同小可,連亡登鳥過去, 而鳳知那怪物水綠兩棲,色彩赤身下海,沒有戴著成索,想把怪物趕到海岸上去, 見那怪物一任自己用刀背在身上亂拍亂打,他只顧低頭吃那海藻,不做理會,全不似頭一下,一打下去便貼伏不動,正在無計可思,猛地一時勁,都背邪了一聲, 也不知著在怪物什麼地方,那怪物一互痛,當時野性發作,便在水裡亂轉亂船起來, 這時正直三鳳趕到,怪物又將頭一翁一低,便要逐勢往三鳳身上撞去,而鳳猛地想起剛才, 身子騎在怪物頸間,本舊不著怪物的頭面,怪物這次將頭一翁,正好舊著,便將身往前一伏,舉起手中刀背,朝怪物頭面捕連打,偏口頭一下便打中怪物仰處, 立時全身身嘆完,我伏下來,而鳳這才看出那怪物的臂指指是他短處,等怪物停了一回,便抬手照樣又吸它一下,果然依舊悲伏,心中大喜,連喊,三鳳, 你莫想來,只用你手中兵器按著他的鼻子,他便不動。 三鳳文言,便用刀背去按著怪物的鼻子,怪物爭著一雙怪眼望著三鳳, 一息也不動,似有黑蓮之用。三鳳因他以前有救命之恩, 心中腦袋不忍,手剛鬆了一回,怪物便將頭昂起,刀背一看,寵又跪倒。 二鳳說道,你只隨我到岸上,將你練習熟了,送我姊妹到紫雲宮去,我門決不傷你。 說吧,因怪物起吃海藻,便命三鳳,我緊這怪物的鼻子,不要移動。 我去吸他取點海藻來,一面雪,挑下身,奔黃海藻叢中, 挑乳又肥又大的海藻,割了好蝦又回,正要騎張上去。 三鳳見怪物被尖為刀背所壓,酸得眼淚長流,不游游動連色之心,便叫二鳳給他寫海藻吃,自己並將手鬆開。 這次因爲,這次因爲暗的時間稍長,代了好一回,怪物才將頭昂起,緩緩伸張過來。 而鳳姐妹見他比先前亦發純線,不游疏了防範。 而鳳將手鬆都甲協下,兩手分齒海藻,一片一片地地去餵他。 怪物先就以逢左手中靈的萬萬雀吃了兩片,猛地張開血盤大口, 竟往二鳳又手中哪一束多的咬去。 二鳳不及躲閃,被他全素咬住,以為他貪吃多的,本就是為吸他的。 也沒怎樣在意,怪物咬住整粗海藻一粒,便脫了二鳳的手,大口一張一張,落了滿地。 二鳳那枝他的用意,一面低頭去十,口中環麻道,我把你這貪多著不難的畜生, 沒的租錢好東西,一言未了,誰知那怪物竟試下心計,趁二鳳去十海藻, 三鳳看他吃得出神之際,猛一身頭,張開大口直撲三鳳,三鳳見世不佳, 亡橫刀背去看他鼻子時,以事不及,被怪物將頭一偏,嘴張柱, 欺責好將三鳳的刀咬住,人力那裡的得住神獸,被怪物咬著只一頭,便已脫了手飛去, 接著扭轉身,分水逃走,三鳳芳喊,二子快來,怪物已逃出老縣。 回身時節,差點沒避場尾掃上,三鳳芒就地下將刀拾起, 同了以逢,緊緊追趕,以淚水行須給怪物迅速,無奈怪物這次有了機心, 邊走邊擺動那條長尾,水浪排檔如山,不能近前,加上投昂水外,即使追上, 人也救不著他的鼻子,妖來妖去,追逐到了以女下水之處, 一不小心,被怪物轉身時節一尾掃到,行規以女在水中被羽幻要靈活, 望將身往下一沉,緊貼海底,沒被打中,等到起身, 怪物已逃到岸上,連忙追上岸去,已經穿入椰林深處,沒有追上,三女在海岸邊上, 想,算計怎樣才能將那怪物琴住,因此東西身軀龐大,下手不易, 商量了一陣,終無善法,最後由二鳳回轉大船, 愧了成熟用具走菜之旅,準備就在海邊露宿,不將怪物琴住不憂, 虛時二鳳一同船上人等,因色彩與怪物事在海中爭鬥,隨浪大一聲, 並無別的動靜,二鳳暗起,便命大家不許上岸, 只在船上後命,便即迴轉,二鳳,三鳳隨飲一點酒外,以缺計不再進食煙火之物, 東壽多吃海藻不慣,便做了飯菜,一人讀食,二鳳姐妹不時前往夜臨之內窺探, 盼那怪物出現,不覺到了半夜,這時海岸上月白風清,美景與華,上下天光, 一壁無際,夜樹高達二三十像,碧蓋亭亭,影為月光照射地上,隨著微風交霧, 再加上師後虎嘯之聲,時遠時近,月角添了許多野趣,三女面向海岸, 且談且喝,現笑荒含,東壽一眼望見色彩所見來路上那片烏雲,忽然越山越大,變成一個長條, 像烏龍一般,一頭直垂海面,又密又厚,影著雲旁邊的月光, 幻成無數五色雲層,不時更見千萬條金光紅線,在密魂中電閃一般亂串,美觀已極,海濱的雲邊幻無常, 本多奇觀,又以巨峰將起以前為罪,將今晚這般奇景, 卻是自來安樂到三年之中從未見過,不敢看出了神,三鳳見他亭杯不飲,面向著天營望,笑問道,一年四季好月色多著呢?我們商量時,你卻這般呆望則審,東壽子道, 你看這魂影著月光,卻成了烏金色,有多好看,一言未筆,便聽呼呼風起,海潮如小, 似有千軍萬馬遠遠殺來,岸上爺林飛舞擺檔,起伏月潮, 仿眼之間,月光忽然隱蔽,立時大地烏黑,伸手不便五指,猛角腳底地皮有些搖晃, 而鳳姐妹和東壽區都年輕,月力甚少,從未見過什麼大陣仗, 方在經而方張之際,猛地遊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, 腳底地皮連連仿動,東壽首先跌倒, 而鳳民聲,方將他勉強扶起,尚未站定,一股海狼以象山一搬屁面打來, 三女之詞不住,同又跌倒,勉強掙扎起來,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後退去, 那一片轟龍爆炸之音,以四連響不絕,鎮以慾龍,三女退環沒有幾步, 色彩楚潭之處,忽然平地崩離,夜樹紛紛倒團,滿空飛舞,電閃照處, 時見野獸從蛇之影,再斷臨內紛紛亂寸, 這時雷雨交作,加上山崩地烈之聲,更聽不見野獸的口小, 只見許多目光或藍或紅,一雙雙,一群群,最遠近出目飛逝罷了, 海岸上斷木石塊被風捲著,起落飛舞,打在頭上,立時變腰腦將並列, 還算是以鳳妹妹天生著一雙神眼,看得甚真,善於吹鼻,沒有被他打中, 隨身上被驚沙碎蛇打了不少愛,尚未受著大傷,經方逃穿了一回, 而逢猛想起這般地震狂風,岸上飽受驚蟹,為何不到水底吹鼻, 就便保存三條生命,想到這類,連喊掃聲,驅為風浩地烈之聲所亂, 三鳳,東壽對面無聞,二鳳一著急,只得一手一個,拉了便往前穿, 這一來,三鳳,東壽也都仿然大悟,一同趕到海邊,冒著浪頭跳下海去, 遊出港灣,到了前海,探頭出去四下一找,那女環有大船影子,三人在水的深處, 雖然水力大出幾倍,還不怎樣難知,身一路出海面,乃如山如惡的海浪, 便都一個跟一個當頭打到,人力怎生禁手,追苦的橫視東壽,頭剛出海,見大船不知去向,再回頭一看,一股絕大火染像火塔一般直衝消看, 算計海中只有安樂到一片綠地,這場地震,定是火山爆發,全島中不陸沉, 賭上生命財產怕不成為灰準,自己廢盡心血,沒了形是一場空,苦海茫茫,知身無地,心中好不酸痛, 精自難過流淚,就者定精著時的功夫,一片百十象高的海浪忽由當頭飛來, 若非葉鳳姐妹之他水性體力相差太遠,隨時護持,就者一浪頭,已經送了生命, 葉鳳眼快,見浪頭打來,忘抱著他往下一沉,僑恨被過, 同時以鳳也看出湯落到火山崩炸神器,便將東壽交給三鳳,給了給手勢, 叫他們憂要妄動,打算遊往回路,看個洞靜,以鳳前行不及十里,海水漸熱, 越往前越熱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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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遠望望去, 那女還有倒影,純然一個火風,上足重笑,海面上如開鳥窩的水一般, 不時有許多屍首飄過,那爆炸之聲加大風之聲,海嘯之聲, 忽然交響,鬧得靜寬,除火光沸浪外,什麼也觀察不精, 漸各身子斬在熱水中,燙得連氣都透不出來,不敢再時逗留, 只得往回遊走,直沉到了海底,身子需覺涼嬉,那海底的沙泥也不似素上平靜, 如將會一般分軟,直到游回軟處,才各好攝,三女聚到一處, 鮮時倒不怎樣,只東壽一人不能在水底苟然時刻,過一陣,便須由二鳳梓梅扶持到海面上換一換氣, 東壽浮沉紅波,眼望賭國,火焰衝燒,經途山立,以邊風鳴浪後, 奔騰澎湃,轟轟家會成鳥巨響,遠如天塔地陷,震得頭昏木圓,陸神無主, 傷心到了極處,反而欲哭無淚,只呆呆地垂著二鳳梓梅扶持上下,一點之淚都無,過了半個時辰, 倒上火山忽然沖起一股綠煙,聲道空濟,似花炮一般, 幻成無量掃碧營營的火星,爆散開來,接著便聽風浪中起了海嘯,聲音越發紅麗, 這時以鳳梓梅扶著東修籌星海面,換了口氣,往下降落,降離海底環有里許深淺,見那掃來平靜的深水中泥漿湧起, 如開了窩灰湯一半,捲起毛邊黑花,逆行翻滾,方角有意,水又忽然燙了起來, 而鳳梓梅是海底受了火山震蕩所及,同時樓塌,躺如被翼浪困住,怕不活活躺死,水裡又講不得活 暗恨眼看見國地震崩離,如何不早打主意,還在左近逗樓? 凌機一動,忙打手勢與三逢,一人一邊夾鳥東壽,便往與火山雙背之路急行逃走。 果然那水愈來愈熱,海水其咸,甲耳其秋,只可屏息疾行,哪能隨便呼吸,逃出去還沒有百里。 憂雪東壽之恥不住,早已暈死過去,就連二鳳梓梅自幼生色海底,是紅塗為坦塗的意質, 再者變出非常,驚急鞋寸之中,與毛邊熱浪拼命搏鬥,奪路求生。 經了這一大段的途情,也是累得根皮力揭,危殆萬分,好容易又勉強掙扎了百多里路。 看見前面沉沉一壁,周圍海水由熱轉涼,漸漸逃出了熱浪地獄,才趕緊酬星海面,想找一著綠之柱, 換舊東壽,換舊東壽回生,周邊氣息,換一口氣,誰知距離火山須要出有二三百里。 指示海嘯山明之聲比較小聲,海水受了震波衝擊,一樣瘋狂浪大,上下茫茫,海天相接, 惡浪空湧,更無邊際,乃有綠地影子,而鳳姐妹情切有生,雖然呂得難知,仍然不捨死由,總想中不能將東壽舊轉還揚, 也須給他閘一口氣,不能由他絲骨在海裡飄流,葬身如介福內, 只每二人都是同一心理,雖然受盡辛苦,誰都不肯殺手,所行脫了熱浪層中,無須奮力逃生, 上面水浪雖大,深水中倒還平靜,不心費力,以淚在水中一面遊行, 一面不時升出海面探看前途有無倒聚,又將東壽衣服施了一塊,塞在他的口內, 每出海面一次,便吸他套一次水,先時見東壽雖然斷氣,空制由有餘溫,隨後空制逐漸冰涼, 手足僵硬,兩拳緊揚,指甲心俠掌心,面色由白轉成灰露,腹中灌了許多海水也古漲起來, 知道回生之夢已絕,好不傷心流淚,水中游了好一回,始終不見綠地影子, 只好改變念頭,打算在海底暗礁之中摘一棟月,將他埋藏在內,萬一二日能回轉指雲宮,再作計較, 以內在海面上商量亭當,便直往海底潛去,尋找東壽迷骨之所, 誰知自從海嘯起了易浪逃出之後,因水底泥沙翻起,驅在海水中心行走,始終沒有見底, 越往前,海水越深,現裡通未覺得,及至往下沉有數里深淺,漸覺壓力甚大, 前不下去,前不下去,後退忌不能,前進游水世越深,為難了一回, 猛想起這裏水世這般心法,莫非已到了紫雲宮的上面,正在沉思, 忽見前面有許多白影閃動,定精一看,乃是一群苦沙,大的長有數象,小的也有象許,精由對面由來, 這種沙魚性最殘忍空暴,無論人,魚,如上街無行理,海裡頭的魚介如見他,都沒有命,專門若肉強食, 飢餓起來,便是他的同類,也是一樣相殘,海中航行的舟船,走近出產沙魚地帶,人不敢在海源行走, 一不小心,便會被他攤吃了去,以內以前也時常遇到,知道他的利害,故此偶然出行,帶著海蝦前肘, 以被遇上利害如皆之用,一則天生神力,遇上可以抵禦,即或遇上成群惡魚, 像著遊行迅速,也可逃避,偏口謝時而履歷以用盡,困佛到了極處,再加了島居三年,多食煙火, 本來以以質送號太多,景非適比,手上還添了個類罪, 那甘得起如想這麽多又這麽凶惡的東西,不禁經方失色,就這轉眼功夫, 那甘蝦群何止百十條,葉以揚其鼓刺,噴沒如雲,巨口張開, 銳牙心裂,非也此衝將過來,離身只有十丈遠的鳥,以內見世不佳,連忙轉身便途,就口知食, 沙魚如何肯寫,也在後面緊緊迫趕,以內本就力佛難知, 囚行不俗,加上手甲東壽外手,不消傾客,葉以首尾相閒, 最近的一尾大虎沙相閒,以內身後僅止以三尺光景,在這危機一發之際,三奉心想,是在緊迫, 除了將東壽司體雕將出去為尼,姊妹兩個再往且似女拼命逃走,或者還有一線之夢外, 別無生理,想到這類,更不尋思,左手朝而奉一打手勢,右手一鬆,經至兩手分波, 身子一鬆心之際,容足平生力量,即往左側水底扯穿下去, 而奉姊妹本是一人一邊夾著東壽司體,並見相亂而行, 而奉正在亡命而逃,見三奉把手一揚, 左側東壽身體便往下面一沉,再看三奉也自往且下面逃走, 而奉知道她是打算棄了東壽司體徒生,陷喘,東壽與自己共過患難, 情如骨肉,慢雪臨難相棄,於心不忍,而且這些苦沙非常凶狠, 除了正適年相遇,用蝦爪將他而莫似血外,無論遇上人,於,向來不得不止, 如其將東壽喜去,仍免不了葬身與福,何如大家死活都做一起, 而奉想頭甚好,及不了三奉一去,東壽司體失了平衡, 更各囚行起來遲緩廢時,說是遲,那時快,就在而奉沉思一順之間, 後面那尾大虎沙葉已越追越近,前順長次順有一次以捱著兒奉的腳, 兒奉覺得腳底未痛,百忙中偶一回顧,身後虎沙順上次順高橋, 佛口開張,露出上下兩排有尖銳又長的白牙,正向自己咬來, 同時身子受了預口吸力,也已有蝦後退,稍持思豪,便要被他吞食了去, 手中兵人早已失去,更是無法抵禦,不由客得亡魂皆無, 手中拉著的東壽壽了沙與口淚呼吸衝動,又往側面沉去,拉行更各費勁,其危絕險中, 猛地靈機一動,情之再回頭轉身逃走以示無及,望就東壽屍體下沉之勢, 一個金里撥浪之勢,往下一穿,那虎沙追了好一回,驅是平衡,眼看美食就可到口, 古旗揚翅,疾如穿梭般穿近二鳳身前,剛將喉想咬, 及不了二鳳急中生治,竟然整個翻滾, 黑口將乳頭揚過,二鳳原是死中求活,也不知自己究竟脫險了沒有, 卻見單手拉著東壽屍身往下一衝,兩腳一柱,用盡平生之力,雙足踩水,往上燈去, 這一下正燈在雨行上面,以逢覺得腳底踩柱堅硬如鐵,以為身離與身已近, 禁道一聲,不妙,情急逃命,也無限再作沉思,兩手一分水,不由將手中通秀也脫了手, 兩腳越發用力,拼命往下一衝,疾如電閃,往海深深處逃去, 沙雨來勢太猛,身子又非常長大, 須遊行迅速,轉則究竟不便,等到折身追尋,以逢逃走意願,後面許多凶惡同淚, 見前面美食快到遺首大如口中,歌歌情急,大如在一番身, 海面上浪花激蕩,高湧如山,水深咬如雲起舞騰,聲勢浩大,後面群羽在波濤空湧中, 沒有看清美食已經逃走,以為落在大如口中,驅到憤怒,本有奪食之心, 蜂擁一般趕道,內中另有兩條長大不相上下的, 黑鼻為首這條大的突然回頭,一如未打中,彼此情急, 各懷憤恨,後兩條不肯甘伏,朝圍首哪條張口邊咬,無心中又將後面幾條撞動, 被此圍湧上來,撞在憶起,此衝比特,口尾並用,咬打不憂,反倒捨了美食不追, 竟然同類相殘起來,此聲惡如歌歌牙齒西利,勝如刀劍,無論與大與小,咬上面連輪大肉去掉一大塊, 此一場惡戰,由海面直打到海深,由海深又打到海面, 只見血浪山飛,銀輪光閃,附近裏許周圍海水都變成了紅色, 此聲惡如拼命爭逝,強相若望,不死不憂,此且不去管他, 。 多重點 Estimulatory